小猴子比比最爱看电视,太过入迷导致小卡车遇险自然。 天气太热实在不想出门,小猴子比比睡醒了就开始看电视,他可是一个实打实的电视迷呢,几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。 直到下午三点肚子饿得咕咕叫比比才肯出门。 换了身衣服,开车去附近的超市买了满碗一车水果。 接下来一周时间都不用出门了。 可是乐极生悲,小猴子比比只顾着开心没有看路,导致小卡车一下子扎进了大土坑。 这下可不得了了。 比比赶紧爬下车想办法处理。 各种方法都试过之后终于想到一个好主意。 用绳子把驾驶舱拴住之后使劲拉。 就在比比使出吃奶的筋马上就要泄气的时候,终于拉了出来。 折腾了半天到家都已经晚上了,饿得比比前胸贴后背。 赶紧喊来产使官帮忙做吃的。 产使官也是给力,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就做好了水果蛋糕。 比比比吃的那叫一个香呀,看来真是饿极了。 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